来分享一下这个气血不足的表现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很多人说这个气血不足 或者气虚或者血虚 那么气血不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表现 什么样的是气虚 什么样的是血虚 那首先呢我们看气虚 那么气虚的人 我们说气他有这个推动作用 有固设作用 有防御作用 有气化作用等等 那么气虚呢大部分人来说都是功能上的 气是无形的 所以他大部分来说都是功能上的一些时长 像我们说常见的一些症状 像这个人少气懒咽 结果有的时候气短 总是感觉这个气不够用 然后呢也非常不愿意动 就有的时候体倦乏力 我们看有些这个人就是很懒 或者是很容易疲劳 这个不是因为他懒 这是有气虚的 就是他有气虚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自焊 自焊呢就是我们这个气啊 有这个防御作用 它这个胃气不足 这个胃呢是保卫的胃 保卫的胃 胃气不足的时候 它不能够固设我们这个体内的汗液 这个汗液就自己跑出来了 经常会出现这种自焊 等等一些这个症状 这个是气虚 那么血虚呢 血是有形之品 我们说血虚 大部分人出现像这个面色无滑 你能看出来 这个人血虚的时候面色无滑 或者面色广白啊 没有血色 再一个头晕 木穴 这个头晕啊 这个血不能上于头部啊 就是我们就常说的这个叫脑供血不足啊 我们就我们常说的脑供血不足啊 这个经常会出现头晕 木色 这眼睛干涩啊 这个血不能够如养这个眼睛 那么另外呢 心悸啊 失眠的啊 患者也正常会出现这个血虚啊 心血不足啊 出现心悸啊 心慌 再有呢 就是这个血不养神 所以说是会出现这个失眠多梦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临床上啊 我们啊 有的时候啊 可能这个人偏于气虚啊 有的人呢 偏于血虚 这个呢 也有的人啊 这个气血两虚 他会啊 煎砸了气虚的症状 也有血虚的症状 那么在这个气血不足的时候啊 这个治疗方案啊 就是一个 这叫虚则补之啊 我们治疗呢 主要就是虚则补之啊 气虚补气啊 血虚补血啊 那么补气常用的中药啊 像党僧啊 黄芪啊 这些我们常用的 那么血虚呢 就是当归啊 阿娇啊 我们说这个四物汤啊 四菌和四物 气虚我们用四菌的比较多一些 四菌呢 就是森林猪草 血虚呢 我们用四物比较多一些啊 地勺龟穷 用这个补血的比较多一些 有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这个 四菌加四物啊 就是这个八真汤啊 八真汤呢 就是气血双补八真汤 那么当然了啊 我们很多人啊 就是在这个气血亏虚的时候 大部分人啊 都有脾胃不足 脾胃虚弱的这个正向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我们这个气血哪来的呢 是我们通过饮食物 把吃进来的饮食物呢 通过脾胃的消化作用啊 运化作用 把它变成啊 我们这个水骨精微啊 然后呢 输不到全身啊 形成我们这个气血 我们说脾有运化作用 这个运化作用 一个是运化水湿啊 一个是运化水 水骨精微 当你脾的运化作用 这个湿肠的时候啊 水骨精微啊 就是我们说这个 最后变成转化成气血的 这个这一部分 它要减少啊 同时呢 身体的湿气啊 水湿运化不出去 身体的湿气也比较重 所以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我们在这个补气血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啊 补脾胃啊 从根本上啊 来让患者啊 自己啊 去通过饮食啊 把这个气血再补上来 好了 今天的这个